这个冤妇对他的访问交谈 把四次的交谈的重点记录下来 成为这个书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特别 从他第一次的交谈里面的几个重点 我们来分享一下 他在第一次交谈里面提到说 要借助不断地在灵里面与主谈话 感受到主的同在 We should adapt ourselves in a sense of God's presence by continually conversing with Him 注意到他这句话吗 A sense of God's presence 在灵里面能够感受到 有一个sense,sensor到 感觉到神的同在 那怎么样去建立这个sense sense of person of God 他说其实开始的时候第一步 世界的灵里不断地遗嘱谈话 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书圣经 在启示录第三章 我们看第三章的二十节 其实圣经不是给木道友的 是给信徒的 与耶稣基督的灵教 二十节一同来 看啊,我站在门外扣门 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什么叫一同坐席啊 一同坐席吃饭交谈 所以一定要养成这样一个习惯 灵里面不断地与主灵教交谈 就好像罗伦斯说 耶稣我们现在一同洗碗了 耶稣我们现在要去砍柴了 要去哪里 昨天那个地方已经没有柴了 所以他在灵里面不断地保持着 好像耶稣坐在他旁边 跟耶稣交谈 第二 以敬仰神 散仰神 得着灵魂的慰养 不单是透过神的话语 得着我们灵命的慰养 也是我们最基本的认识 他在灵里面不断地仰望神 而这种的仰望神 就如同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所说的 枝子跟葡萄树的 这种灵里的亲密的连结 就是一个慰养 所以你要看到 这种的对神的仰望 是会经历到 耶稣基督如同葡萄树 把他的生命的丰富 浇灌在你枝子里面 但是需要借着这个什么 灵里的连结 不只单单只是读圣经 得着神的话语 灵来的慰养 福音万很注重话语 话语读经 但是密气派 像罗伦斯弟兄 是属于这种密气派 纵是在灵里面 感受神 亲近神 在灵里面 这种不足的仰望 那这种不足的仰望 跟赞仰 其实就是大卫一生的 一个渴慕跟罪求 我们翻了诗篇 那是欺骗 所以他很多的经历 其实都是在 新旧约圣经里面 众圣徒的经历 不是他自己发明出来的 我们看二十七 第四节 一种来 有一件事 我承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店中 赞仰他的永美 在他的店里求问 把这个赞仰他的永美 画起来 然后再跳到第八节 你说 你们当寻求我的面 那时我心里向你说 耶和华 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看到吗 大卫不单单是寻求神的话 也寻求什么 神的面 在灵里面 赞仰神的永美 这种赞仰呢 就像保罗在光临的后书 第三章十八节 所经历的 藏着脸 什么 看见神的永光 而这种荣耀的经历呢 是大卫一生要寻求的 然后在旧约 这种寻求 常常是在神的店中 有神的同在 亲近神 赞仰神的永美 那感谢神 今天在新约时代 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店 耶稣会进到我们的 圣灵身体的店里面 与我们一同作息 我们在灵里面 来仰望他 亲近他 敬拜他 所以 这也是大卫的经历 不断地仰望 赞仰神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书 英文原来是怎么写的 我们来读一下 we should fit and nourish our souls with high notion 打错了 notion of god 这个不是A high notion of god great joy in being devoted to him 我们灵魂 常常有一个神 同在的一个notion 一个认知 这个就是对我们灵魂的一个喂养 而且真的经历到大卫 所经历的 在主的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great joy in being devoted to him 然后第三 以遵行 我们一同来读 以遵行顺福 这个改一下 不是福气的福 是顺福 服从的福 服从神的旨意 跟安排为最高的满足 不论任何的环境 顺和胜利 都愿意遵行神的旨意 seed of satisfaction only in fulfilling his will 所以这个谨守 遵行神的旨意 跟神的话呢 我刚才也赢了这个经文 约翰福音十四章 我们翻到约翰福音 chapter fourteen 很重要的应许 我们要经历操练神的同在 跟显现 十四章二十一节 找到吗 一同来读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 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什么 向他显现 要跳到后面二十三节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什么 同住 何等荣耀的一个应许 耶稣要向你显现 在灵里向你显现 而且你会经历到 耶稣与你什么 同住 同行 耶稣的同在是可以很真实 在灵里经历到的 甚至很多人 像罗人士弟兄 超连到清新的一个地步 他真的在灵里面 常常听到神的声音 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要注意些什么 甚至很多 属灵的智慧都不是他 这样一个小学生 都没毕业的人 可以讲出来的话 是耶稣跟他讲的 懂吗 你看他的 这个 这本书的内容 被访问 讲出来的话 比如说 刚才分享的 to give all for all 要放下你的一切 能够得着神的一切 这些非常的有押韵 非常的简单 但是那么有正理的话 我觉得不是他自己想出来 是他尽力跟神告诉他 韩基德 我们上礼拜介绍 一个拉修吗 他在河边 哇 森林 把这个熟灵超连的 大杠重点 在几分钟之内 好像图画浇灌在他里面 他一生不会忘记 神像的显现说话 所以常常 很多人说 我们藏来牧养教会 需要有异象 因为你有异象 会众才会跟随 你的异象走 否则很多会众来到这个教会 都不知道这个教会的目标 异象是什么 我难道只是每个礼拜天来聚会吗 异象是哪里来的 保罗说我不敢违背 从天上来的异象 异象是耶稣向你显现说话 你的负担异象感动 从神来的 假许你很确定的话 羊群就是什么 跟着你走 因为你很确定 接着神给你的异象 会众也很确定 牧师有神的异象 有神的带领 所以他们就跟随着往前走 几年前 刘洞牧师要兼堂 原来在一个学校 接一个中学 在Saint-Denisville 那个时代 我不知道Herry在不在 我那个时候有差不多两年 在那边聚会 叫他们成人组织学 然后刘洞牧师 就要买 签在Saint-Carlo这个地方 也是要发上千万了 因为那个原来是一个 7-11的汽水工厂 有二十多万平方尺 那个房子 要发上千万了 我能怎么忘了 好像一千七百万多少 那时候他们 其实人也没有那么多 那么 刘洞牧师就 有一次就跟我聊天 他说 其实会中有一次都 这个建堂委员就讨战他 刘洞牧师你 怎么确定这是神的旨意 讨战刘洞牧师 刘洞牧师真的是 禁食祷告 然后真的很清楚 神给他声音 给他话语 要去得地为业 怎样那个建堂的 其实同工才愿意跟 刘洞牧师你有神的话 好 我们就平息心去改吧 你这样来要带领教会 你自己要清楚神的意向 你要建立什么的教会 对吗 你要如何去 在那个地方托方 得地为业 你自己要清楚 当你清楚呢 你才能够带领洋军 说接受神的旨意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地方 托方 我们就是要做这个猜血 而且就是要针对这个国家 那你自己祷告要清楚 因为你能够真的从神的那边 领受意向话语或是声音 那我真的很感谢神 我上次有没有跟你们讲见证 我台大快毕业之前 WE 电机毕业之前 我就迫切地祷告 神啊我毕业之后 要跟老师去亚拉伯 该发电厂呢 还是要 在美国再读一个电机硕士 或者博士 头部也考过了 但是太奇妙了 神都在我祷告当中 给我看到意象 四个图画 我就cut shot 最后一个图画 你记得吗 我好像跟你们讲过 我都看到我自己站在一个 大楼的门口 要进去 令你很清楚的声音说 这个地方充满神的荣耀 跟恩典 你要进去 哇 很清楚 好像做梦 那种audible voice 你听得很清楚的 所以我 看到最后这个图画 说是一个大楼 我要进去 我就打开眼睛 神马上就让我明白 前面三个图画 第四个图画 会不会是神学院 充满神的荣耀和恩典 我就问神 假如是神学院 这个神学院在哪里 在香港呢 台湾呢 还是在美国 这个我问神 第二天 我不是说吗 我骑着叫他车 去看望我的一个老弟兄 到他家 又帮他拿一些东西 到医院给他 这个走一条新的路 要short cut 我要赶时间 走到一半 看到右边 一个大楼 写着中华福音神学院 刚刚盖好七层高 毛皮房 朱干还没拆 但是招牌很清楚 七层高 中华福音神学院 我站在这个大楼门口 我真的是敬畏神 我说 昨天还问神 这个大楼 神学院在哪里 第二天 就站在他门口 而且传台湾 没有一个神学院 是大楼 因为阳明山 改一场的 我去过 台南神学院 在乡下也是一场的 谁会盖一个大楼 神学院 是因为他在市中心 就在我们台大不远 我真的感谢神 印着这样清楚的 意象跟声音 我一毕业 我就放下一切 我已经有job了 教授都已经给我安排 要去亚拉伯 盖发电厂了 因为我传办 读发电工程 考第一名 已经有job了 这样我放下一切 我不要 我不要去亚拉伯 我就是确定要进化神 没有意象 我真的不敢动 将来你们牧养教会 要带动教会往前走 你清楚意象 你自己有这个行星 往前动 会众也会干准 包括我们现在神学院 要买大楼 也是祷告的一年 一直祷告 一直寻求 真的是清楚 神的云主佛 祖师要往那边 甚至你 妙的上两个礼拜 有个先知到 我们 office 他都不知道 我们要 见效 结果你知道 他会 学会去祷告 你知道他说什么 我看到神学院的未来 一块长形的地 是在东边跟西边 而且有鹰飞在上面 哇 他怎么知道 我们现在都在 东北边那边看 这一块地 而且是长形的 所以很多的印证 假如再来买到这块地 我还可以做一些的见证 现在因为还没有成就 我不敢说 因为他提到这个鹰的问题 他说 他看到个鹰飞在上面 当天我跟师母去看这块地 快到这个地之前 一个飞鹰 飞在我们前头 我们都吓一跳 怎么跟那个先知错的一样 有个鹰飞在我们前头 但现在我们只能够参考 但成就了 真的是神在引导 神在见证 否则 我跟师母说 哎呀 不要签校了 我现在反正 在这边也快十年了 这个校舍 再挨个五年 我就退休了 活得搞那么复杂 签过去 还是有很多的建造 很多的申请 第一步 要申请church permit 第二 要 可能车库要装修 要拉mobol home去 还要convince同学 说服你们 愿意去那么远去上课 这些过渡时期都不容易的 除非是完全传心的学生 一下飞机就送到那边去 就简单了 但是不是啊 杨姐妹在这里有事做啊 余林胜也习惯了在外区啊 那怎么过去呢 这个我一想到这些过渡时期种种的困难啊 我真的想打推堂鼓 但是每一次就是看到神好像在前面就在推 所以继续为这个一项祷告 出于神神一定会成就啊 那么现在好像已经接近了 但是不知道啊 因为我们坚持一百万 假如他昨天说yes 就我们拿到了 但是他就问了个两万五千块 但是呢今天早上我来之前 跟我的agent就是biased agent 突然想到一个事情 这个agent很好 当初跟我们签agreement的时候呢 他说seller会给他2.5%的commission 他只送一个percent 1.5还给学校 我一算1.5就一万五千块了 就表示我们可以多一万五千块的空间 跟着还价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实际上学生还是付一百万 因为他退还一万五千块嘛 所以说不定假如我们愿意给他一百万 一万五千 他的要求只差一万 说不定就会成交啊 所以现在喊着祷告 其实我今天早上突然想到了 去跟那个agent confirm的 他说有去查了 他会给我2.5% 我会还给你们1.5% 所以祷告看神怎么成就 Hallelujah 所以出于神的神 不但要感动我 要感动你们啊 否则学生一班去 所有学生跑光了 然后班去那边干什么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神要感动也要感动你们 为了学校 为了更好的发展 将来这些学弟学妹 有更好的居住的环境 我们愿意就是做这个变动 其实不变动对我最好 最轻松 我也不需要背负任何经济的危险 你想想看 万一这东西都卖不掉 这个一百万就哪里来啊 签了约 你很麻烦了 懂吗 懂吗 到时候我要卖房子啊 懂吗 这个月很 你的当配就 initial deposit 他没收你的 3% 三万块没有了 所以真的是很大的一些 risk跟冒险 各样的安排 卖下来啊 买容易啊 经营啊 你看看你个房子买下来容易啊 现在搞得多累啊 还要装修对不对 还有沙腾买 还有搞地基 还有pedition 事情多得很啊 五毛多的地 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啊 咱俩还要拉那个mobile home啊 还有那个satic tank 发粪池 因为他们没有search的 还要特别找人去装 很多 你们想不到的 复杂的事情的 还要申请church permit 各样都要申请 因为他是农业地 所以你还要申请church permit 才能够办学校 很多事情要搞的 所以只有祷告啊 真的修身怜悯 好 我们再看 第二次的访谈 在记录里面 他特别在第二次的访谈里面 提到几个重点 我们一同来读 努力爱神 就算没有特别的美德和恩赐 或一无是处 一无所能 至少我能够爱他 看到了吗 有一样东西你一定能做得到的 努力爱神 懂吗 没有人可以拦阻的 虽然他是个瘸腿的人 没有什么恩赐 也没有学问 懂吗 但是爱神这件事情是没有条件的 他能做到 你也能做到 只是说你有没有这种的决心跟意愿 有这样的一个的看见 愿意把心跪住 能够心被安赶 来爱他 所以他提出可以说是最短的路 也是任何人都能够走的路 没有条件的 只有你愿意 好我们来看他这个英文怎么说 我虽然一无是处 但是他说最少在我里面有一样的四处 直到我死我都能够可以去爱他 这个是他能做得到的 其他他说他不能保证 但是这样的事情他能做 No.2 一同来读 深切的知罪 认罪 蒙恩罪人 何等不配 他深深看到自己 did not deserve 就像那个碎底的祷告 算他可怜我这个罪人 他真的认识自己 不单单是瘸腿需要依靠神 而且他认识自己 本来是个大罪魁 是个罪人 就像保罗认识自己是个大罪魁 觉得自己真的不配 一无是处 能够 经历神的赦免 所以他深深的心被安赶 他觉得他 真的是不配 能够爱神 为神做一点事 他觉得 是个极大的恩典 不是do God a favor 但是God do me a favor 所以他觉得 I'm a sinner I don't deserve to have anything 所以他 愿意放下一切 他也觉得自己 没有任何的一切 唯一有的 就是一个心 献给耶稣爱他 No.3 爱神 一同来读 爱神 为爱神而做 每一件事 是动力 以爱的动机 爱神的动机 来做每一件事情 所以神的爱在他里面 神的爱在他里面激励 He is love invertly inside us 真的是为了爱神来做 我们可以参考灵后第五章十二节 第五章十二节 很重要的一节圣经 一同来 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药自己 对不起 要跳到十四节 十四节比较重点 一同来 原来基督的爱 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一人 激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特别把这个 爱激励我们 excited by God's love 所以他因着爱耶稣 来做每一件事情 就好像 Mother Teresa Do it for Jesus 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耶稣做 所以他没有重担 也没有觉得是为难 做得很开心 所以他说 We ought without anxiety to expect to pardon our sins from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所以他真的是 被耶稣的爱 被耶稣的赦免 所激励 所以你看到 罗人士弟兄 他的生命得救 是很清楚的 看到吗 他强调耶稣的保血 因着耶稣的保血 他最得赦免 他心被恩赶来爱耶稣 来侍奉耶稣 No.4 第四 你们来读 面对每天工作 事事求主帮助 否则一事无成 若主不帮助 单靠自己 失败来是正常之事 所以失败来是正常的 唯有你不断地倚靠主 仰望主 给你智慧 给你恩典 给你能力 才能够做成 否则一事无成 失败是正常的 我们来读这段英文 When he had failed in his duty he only confessed his fault sing to god I shall never do otherwise if you lift me to myself It is you who must handle my failing And meant what is a miss 所以他觉得 在他的日常工作里面 他承认 假如离了主 他一定会失败 I shall never do otherwise 一定会犯错 只有这个神能够拦住我跌倒 修补我的失落的地方 Ment就是修补 所以依靠神 宣告 It is your business I am about 所以常常他在面对在厨房的工作的时候 他一直宣告 不是我在希望 不是我的工作 是你的工作 It is your business I am about 是神的工作 他依靠神 帮助他来做 他与神同工 所以15到17年的厨房工作 他靠主恩胜任 充满平安喜乐 他深深地觉得 不是他自己在做工 是神的工 It is your business No.5 你等来读 爱神是成圣最大的力量 你要越来越效法基督 向基督 爱神 是最大的动力跟力量 There are all possible kinds of modification Modification就是对付罪 成圣 If they were void of the love of God 没有了神的爱 Could not efface a single sin 没有办法除掉任何一个罪 唯有爱神能够成圣除罪 所以你看到 罗伦之兄不是单单只是追求一些经历 你看到吗 他的生命 他真的看着自己是个蒙恩的罪人 他心被恩感 然后他愿意消法基督 走成圣的道路 要除罪脱离罪 所以这个是他生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让他去经历神 所以刚才他就讲到 他愿意遵循神的旨意 每一个工作都是为神而做 带着爱来做 所以不是单单只是看到他表面追求经历神 他的生命的本质 真的是一个完全爱神 效法基督 一个成圣除罪的生命 所以耶稣向他显现 好我们再进到第三次交谈的记录 好一段来读 那么问 发现忘记仰望神 思想神 马上就向神认罪 人何等熟肉体 何等败坏 心思再次归回神的身上 所以操练活在神的面前 不是那么容易的 很容易就会忘记了 思想就漂流到 好像灵里就没有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了 他说一发现有这种情况 马上就要回到里面 而且要向神认罪 我是何等的熟肉体 何等的败坏 通过认罪 把心思再次归回到耶稣的身上 我们一同来读这个英文的记录 When sometimes he had not thought of God for a good while he did not disquiet himself for it But after acknowledged his wretchedness to God he returned to him as he had found himself wretched through forgetting him 他就在神面前认罪 所以说假如有些时候你发现 你的心思不在神的身上 你不要好像就很被打咬 你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承认你的败坏 wretchedness 然后承认你的败坏 因为你常常忘记神 forgetting him 所以不是单单你的道德上的败坏犯罪 他敏感到一个地步 要求到自己的地步 灵里面忘记神 就是一个严重的罪 所以他灵里一忘了去仰望耶稣的时候 他马上就在神面前认罪 把心思再次带回神的面前 他是那么看重这件事情 心思没有定经在耶稣的身上 就是他的一个非常的败坏 很严重的事情 他马上就认罪归回 number two 一档来读 熟灵成长 不是依靠行 残毁力 遵守一些遗失方法 来靠心灵单纯的爱神 不断地仰望神 思想神 哇 你看到他的领受 跟天主教当时所做的行 残毁力 不一样的 他只听神的 只听耶稣的 不是靠penance 残毁力 来是真的是 你心灵单纯的爱神 不断地仰望神 思想神 才是真正灵敏的成长 第四十教谈 一档来读 number one 成圣的得着 不在乎放下世俗的工作 或靠某种功德 merit 来是在乎爱神 为爱神做媒鉴工作 这个好像在公告当时的天主教 因为天主教在讲功德 这个 人的一些的奉献等等 他说成圣不在乎你 好像放下了 世俗的工作 去做修道事 或是奉献了多少 或是做了多少的功德 在乎你的心 有没有真的去爱神 所以呢我想 这个就是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 我们来看 我们翻到林前 第八章 第三节 我们一同来读 若有人爱神 这人来是神所知道的 看到吗 神所悦纳的 所知道的 所亲近的 这个知道技术 不是单单指的 头脑的知道 知道 是知道 神跟他有亲密的关系 是因着什么 不是因为你多少的美德 多少的贡献 乃至在乎什么 你爱不爱神 这就是 第二节目的 第二节目的 的灵修 不是说早上我灵修完 我就忘了神 就把神放在书房 然后我就开始去干活 接送孩子 忙上班 然后到晚上了 又开始 睡觉之前 做个祷告 又回到神的面前 他说不是把工作跟灵修 二分 乃是什么 在你整天的时间里面 在工作当中 你的灵还是不断的 在仰望神的 所以我们一同来读这个英文 We are as strictly obligated to adhere to God by action in the time of action as by prayer in the season of prayer 所以无论你工作或说 在圣殿里面祷告 其实你的心都是亲近神的 连住神的 好像只连在葡萄树 他用那个很好的字 Adhere to God 所以翻成中文就是 或动或静 时刻仰望神 时刻地活在神的面前 而不是说 工作使工作 灵修使灵修 把它二分 工作跟你的灵修 灵里面对神的仰望 是同时的 不能分的 因为只只需要二十四小时 不间断地连在葡萄树上面 他就是把工作跟灵修 连成一体 所以你开车的时候 灵里面仰望着耶稣 方言祷告 唱诗歌 对吧 跟人谈话的时候 灵里面仰望着耶稣 在谈话 教养女儿的时候 灵里面仰望着耶稣 给你智慧言语 那你就把它搞定了 一定要灵里仰望着耶稣 特别是 现在的孩子不太容易带的 真的需要 从上头来的智慧 我常常说 我们要真正了解我们的孩子 跟他沟通 understand 这个英文很有意思 你要understand的话 要stand under 要下台阶 要stand under 你不能用我们中国传统的父母好像高高在上 要孩子听你的 我告诉你在美国搞不定的 你要真正的跟他们沟通 understand吗 你要stand under 下台阶 我趴着跟我顺子 爬地上跟他玩 他才听我的 否则他不听你的 每天到我家 我就办机械人 EG BTC EG BTC 你看我很像的 因为他每次来我就跟他们玩 机械人 我做机械人来抓他们 他们才跟你沟通 才能听你的圣经故事 才带他唱诗歌 才愿意学 才拉着手带他祷告 你不跟他玩在一起 understand 爬在地上 他才听你的吗 不听你的 懂吗 我真的是爬在地上 累个半死了 但是为了要得着他们的信 我就只有stand under了 懂吗 真的是 罗人士弟兄 每时刻 谦卑在主的面前 仰望主 给他智慧 给他能力 把他的business 把他的厨房的工作 做好 Amen 好 我们再读下去 No.3 以一切的工作 行动为 祭物 献给神 不单单在工作当中 遇见神 经历神 而且把每一个工作 当作给神的一个礼物 跟祭物 献给神 所以 你的工作是为了什么 讨神的喜悦 所以他前面说 是为了爱神而做 每一件事情 所以他会尽量地把每一个工作做到 Perfect 绝对不会有一个盘子会摔破 没有一个盘子洗得不干净 都是为神而做 而且是一个礼物 祭物献给神的 对神的一个感恩 No.4 一同来 在信徒一生最高的目标来成为 The most perfect worshiper of God 哇 其实现在推动敬拜赞美 这个祷告殿 IHOP 现在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看到这个真理 一生努力的目标 要成一个完全完美的 Vorshiper of God 一个真实的敬拜 因为神在什么 不断地在教育当中 寻找用心灵诚实敬拜祂的人 神不断寻找罪人 今天我们得救了神 继续在寻找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 耶稣说 父要这样的人敬拜祂 这个要原文是寻找 父神不断地在教育当中寻找 真正懂得敬拜祂的人 因为假如真的是要像罗伦斯 这种不断地敬拜 爱慕耶稣的人 今天的教育 少之又少 真的少之又少 以这种的标准 成为一个perfect worshiper 他真的是24小时 24x7不断地活在神的面前 来仰望神 敬拜神 赞美祂 亲近祂 那你说这样的 worshiper 能找到几个吗 你认识有几个吗 难怪神说他在寻找 所以感谢神 神通过Mike Pickle 在1999年开始的这个爱好 就是要推动这个24x7的敬拜 在这个Kansas City 有机会暑假放假可以过去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在每一个城市都有 你都会找到他们的敬拜店的 我在Livermore参加过 在Singhosea也有 我也参加过 中国现在做得很好 也开始推动得很好 香港还有内地 现在他们也有出来学习 有进去的 对 认识自己的 还有那个大部分的 现在IHOP那边也有中国的培训班 就是中国来的 他们有中国的教师教导这个24x7的敬拜 他们学完之后就把这套东西带回中国 我知道我认识一些人在那边 那现在有两个流的 一个是IHOP在Kansas 一个流就在我们北加州 余林医生 这有几个弟兄姊妹都去过这个Bethel Church 现在在中国大陆跟台湾 东南亚另外一个流呢 就去到这个Redding 要把这个的 他们叫做天国文化 Kingdom Culture 带进教会 所谓Kingdom Culture就是一个 爱的文化 一个意志的文化 所以他们好多的神迹奇事 所以他们有一个Healing Room 每个礼拜六的早上 有三个小时 你去 就有一个意志团队会服侍你 所以应该你解释 加强你的信心 然后有一个团队会为你按手祷告 他们的教会会能够增长 就是因为他们伤心意志的恩赐 限制的恩赐 他们每个礼拜五 去到Shopping Mall 去到Shopping Mall 他们叫做寻宝 Tresher Hunt 不是带着弟兄姊妹呢 就在Shopping Mall 这个Shopping Mall就是购物中心 看到年轻人 就各位跟他聊天 你最近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需要 我看到你身体这里 也很不舒服 这个知识的言语就出来 你怎么会知道 神说他有意思 你祷告他 你祷告他 哎呀不通了 去教会 教会就是现在正常的 现在他们差不多周末 我一算他们有七八堂聚会 两个地点 哇都是做满满人的 大福星啊 就是他们在那个城市 推行这个Kindom culture 他们很有意思的 会去到英来欧门口 有人排队 弟兄姊妹就说 你不用付钱了 我先帮你付 为什么 因为耶稣爱你 神感动我又为你付钱 所以就是这样 把这个神的爱活出来 那边我不是上次跟你们讲吗 有一条全美国最漂亮的桥 玻璃桥 去了哈 看到玻璃了 那条桥曾经很脏 他们教会就发动 四百个弟兄姊妹 穿着福音背心 在那边洗桥 洗得漂漂亮亮 光光节节 哇大家都看到 哇这个背不确实的弟兄姊妹 那么有爱心的服务社区 他们真的走出去做 我还说了 把教会的十一奉献 奉献给不同的大的小小的教会机构 不是说他们有钱 他们福音就好了 弱小教会他们帮助 十一奉献奉献出去 这个是Kingdom Kingdom culture 就是这个爱的文化 不是说我们教会做大都好了 奉献都留在我们教会 不是 当然要分出去 City没有钱请警察 有四个警察要被lay off 他们马上就奉献 十几万 要这四个警察可以进来 所以在那个城市 市长变成基督徒 对吗 所以他们一年几天上课 在City Hall里面上课了 跟政府申请City Hall Civil Center 一年几千学生 坐在那个Auditorium上课 因为教会跟政府的关系 很好 政府有什么难处 教会第一个就冲出来 帮忙 上次这个佛灾 救灾 他们教会也动员很多人 假如你注意 去年不是Rating大佛吗 那个佛啊 我一直在注意 那个佛要 在五号公路 我告诉你 哇那天是神祭啊 第二个是五号公路 这个Bethel Church 都在这里 那个佛藏都在这里 假如吹东风 这个风从这个是西边的 西风 所以佛在过这个五号公路 烧到这个Bethel Church 结果啊 他们进食祷告 通宵祷告 这个佛啊 这个风突然改了 吹东风啊 把这风吹回西边去了 宵祷告 宵祷告 否则整个 这篇我告诉你 都是Shopping Center 很多民宅的 哇 这个上来不得了 所以 很奇妙 就是很多的见证 教会 他们异病的恩赐 各方面的见证 所以 刚才提到两个流 在美国 一个就是爱好 追求这个敬拜 那么 Redding在我们北加州 就追求 这个所谓 Kingdom Culture 要把神的国度带下来 他们去传福音 义病赶鬼 爱心的服事 现在在美国有这两个流 这两个都是一个福庆的流 一个是敬拜的复兴 一个是 大下神的国度 传福音 建立教会的一个流 好 我们再看 No.5 一种来 他的祷告 I beseech thee to grant me the grace to continue in thy presence And to this end do thou prosper me in thy assistance Receive all my works and possess all my affection 你看他的祷告就是 他发现能够不断操练活在神的面前 是一个什么 神的恩典 不是单单只是靠他的意志 所以他说 神啊 我求你给我一个恩典 好让我不断地操练 继续地活在你的面前 为了这个目的 我需要 你的帮助 而且 接受我所有的工作 所有的工作都是属于你的 而且 掌管我所有的情感 possess all my affection 意思是说 他真的要做到 尽心尽心尽意 爱耶稣 他的整个的灵魂 思想 感情 都求神 完全地掌管 他所有的感情 都属于耶稣 哇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Number six Hapital sense of the present of God 所以刚才讲到 他操练的特点 然后他在 这个 第四次的 这个 访谈里面 特别也强调这件事情 我们先读这个英文 英文来 It would be difficult for me not to think of God as it was at first to accustom myself to it 所以他说 就是我刚才说 要他不复习 不习惯活在神的面前 反而很难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 不断地活在神的面前 所以他在厨房的 吵杂的工作声音当中 在人的呼喊声音当中 他说 与他跪在圣餐 坐前祷告 跪在圣殿里面祷告 我心中 拥有神的 同在的灵敬 是一样的 因为 在厨房 就失去了 我与神同在的 那份的 甘甜跟灵敬 跟跪在圣殿 祷告一样 因为 神是个灵 我们用心灵诚实 祝可以敬拜他 Worship in Spirit 所以这些 老人士弟兄已经建立到了 我们来读下面 这段英文 一同来 The time of business The time of business does not with me differ from the time of prayer and in the noise of chatter of my kitchen While several persons are at the same time calling for different things I possess God in as great tranquility as if I were appoint my niece at the blessed sacrament 跟我 跪在圣殿 领受生餐 亲近神 跟我在厨房里面 许多人的呼叫 吵杂 要盘子 要食物 我灵里面是一样的 得着神 一样的 临近 一样的享受神 哇 操纵到这个境界呢 就是 真的是 超越空间 时间 令你们不断地 敬离到神 就好像 耶稣跟那个 撒玛利亚夫人说 你们拜神 不是在这个山 也不是在耶路斯了 来自什么 在灵里面 Lorship with Spirit 所以千万不要迷信 所以一定要去到 以色列才好像觉得朝圣 神 就是怕 祂的信徒 看中那个地方 跟遗失 所以主七十年 让圣殿什么 被毁掉 不在乎那个地方 懂吗 没有圣殿啊 因为圣殿在哪里啊 在我们里面 里面就是圣灵的殿 圣灵就是圣灵的殿 所以我们现在就很小心 对我们 要看到我们信仰的根 旧约从以色列出来 但是不要迷信 现在一些的基督徒 常常去以色列 就不知不觉 去高举的以色列 甚至高举一个地方 变成一种散族主义 今天这个世界没有散族主义 某方面也是一个racism 一个种族主义 因为今天按照神的应许 加拿大书 无论是 希腊人 希腊人 犹太人 在耶稣基督里面 都成为什么 都为一的 成为一了 以赴所说也讲得很清楚 外邦人跟犹太人 中间隔掉的墙 已经因着十字架 才去了 都一样的亲近神 真正的亚伯特的子孙 乃是信心的子孙 是你跟我 假如今天的犹太人 不信耶稣 他们也是灭亡 跟当年两千年前 一模一样 他们可以重定耶稣十字架 我告诉你 所以 今天中国大陆 我去了几次 发现 因为弟兄姊妹 越来越有经费 就常常跑以色列 跑这个地步 高举以色列 要守朱鹏节 守安静日 觉得以色列是长子 我们是赤等的 为以色列求平安 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就好像特别的蒙福 解经解错了 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乃是为教会神的国度 Assembly of God 求平安 就是今天的教会 神的国度 而不是那个有形的耶路撒冷 神故意把耶路撒冷的圣殿拆了 让我们放眼全世界 所以 约翰才会说 神爱世界 For God's Word of the world 不只单单则爱我们犹太人 神爱世界每个民族 在每个民族里面 都有神的拣选 将来在天上各族各方各民 都在敬拜神 Amen 所以我说我们猜拳最大的意向是 相信 神在每个民族里面 都有祂的拣选 我们去到每个民族里面 把这些迷羊找回来 就是耶稣 在约翰福音室七章所说的 还有一些羊在外面 要把它找回来 福所赐给我的 一个都不失了 所以 让我们对猜拳 真的有个信的看见 我们就带着信心去传福音 虽然你没什么口才 没什么恩赐 但是假如你碰到 神所预备好的 几句话 那就是耶稣了 好 那么 另外他 对着神给他智慧 有一些的基督徒 写信 询问他关于属灵的事情 他有回信 所以 这本书 Practice is Present God 里面也 收了他的一些书信 书信的内容 也蛮多的 我看 我们就简单说一下了 他回信 第一封信 他说 我们需要决心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让我的一切 给那拥有一切的神 Resolve to give the all for the all 只有当我们真的是 给神我们的一切 才能够真正 得着这位神的一切 for the all 成功拥有 这位一切的神 然后 我们一同来读下面 这个中文 为爱神的缘故 拒绝一切 不是出于神的 活在世上 如同只有他与我 哇 这个不容易了 你愿意进入这个二人世界吗 这个世界只有 在罗伦斯的眼中 只有他跟耶稣 这个很不容易啊 其实这就是耶稣 在路加福音时事实上 对我们的要求 要爱主 什么 胜过你的父母 妻子 而女 否则不配做我的门 所以其实某个角度 罗伦斯讲的是对的 这个世界基本上 应该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跟耶稣 二人世界 不能跟有第三者 小三插在当中 你任何爱他过于耶稣的 就是小三 基本上真正的世界 是二人世界 因为你是耶稣基督 正觉的同理 你们 你所有的爱 你所有的心 应该放在耶稣的身上 为耶稣而活 当你真正的爱耶稣 你才能够真正的爱 你的配偶 跟你的儿女 否则这个次序一颠倒的话 你的孩子会变成你的偶像 你的配偶会成为你的偶像 跟旧约神祭邪 要惩罚以色列人 拜偶像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耶稣 在儒相会实时上 真的那么严重 爱我 胜过 父母 妻子儿女 懂吗 比弟兄 你两个孩子特可爱 但是是神的 你是为神来照管他们 你只是个管家 他们不是属于你的 OK 有一天他们要出去的 所以你是为了神来照管他们 就对了 你的配偶 其实 是神为你预备的 好让你可以更有 专心地可以侍奉神 是帮助你去爱神 所以夫妻家庭的祭坛 每天晚上要一起 会在那边祷告 一起查经 彼此的鼓励 爱耶稣 假如配偶没有达到 这个属灵的目的 他会变成你的偶像 你懂吗 不是只是为了帮你赚钱 养孩子 做饭 那个是吃药 帮助你 成为你属灵的同胞 一同来侍奉神 爱神 我很感恩师母跟我 一同的母会 一同的探访 一同的接待会友 特别师母 特别有 这个煮饭的恩赐 常常我们的家庭就是开放 会友来吃饭 直视来吃饭 特别我们以前在纽约 Long Island做学生工作 也在台湾来的学生 香港来的学生 他们每个礼拜 两三次到我们家吃饭的 师母就做饭给他们 我们就跟他传福音 跟他们聊天 然后晚上 我的师母我们两个就去探访 一家一家去探访 我还记得有一次冬天 哇 外面下雪 我的老大Timothy睡着了 那时候我们 哎呀不懂是那个地方 居然 把老大 那个时候才大概 三岁多 四岁 把那一个小baby放在车里面 我们两个就进去探访了 哇 我们真的是为神的时光 大法热心 都什么都不顾的 那么 师母就很会 去探访的时候呢 跟人先谈话 打开别人的心 哎 他就有办法让 会友的心可以打开 谈谈他们的需要 然后我就用圣经 给他们开药房 面对这个困难 我们来看神怎么说 然后把神的话给了他们 解释完 为他们祷告 我们就走 哇 每个礼拜探访 开放家庭 我真的感谢神了 假如没有师母的帮助 我不可能募会 也不可能办神学院 甚至我们神学院 好几个支持 早期支持我们神学院的董事 是师母的学生的好朋友 师母就有这种 这种关系的恩赐 她的学生就愿意奉献 然后就愿意支持 等等 神给我们配偶 是为了神的国度 Amen 否则就变成偶像 好 我们再读下去 哇 他这个二人世界 我们来读读这个英文 一同来 I relance 这时候说拒绝 relance 就是拒绝 For the love of him everything that was not he and I began to live as if there was none but he and I in the world he and I 真的是二人世界 然后什么叫 这个holy freedom呢 就是你能够随时很自由地 亲近神 享受神的同在 我们真的感谢神 在新约的恩典里面 我们可以不在乎 那个圣殿的地点 可以随时回到 我们心灵的内施 心灵的圣殿 可以有这样的自由 来亲近神 敬拜神 所以今天很多 中国来的同工 他们都很羡慕 哇 在美国会自由地敬拜 在中国 哇 把门窗都封得紧紧的 很怕这个 诗歌一大声 公安就来了 没有聚会的自由 但是 其实更大的自由 是在灵里面 随时 可以来敬拜神 它就是holy freedom 不在乎环境 在厨房 在圣殿 是一样的 然后再看他第二封信 一同来读这个中文 一同来 一整天小心注意 将心意定静在主的身上 他是与我同在 更在我里面 所以他就写信 劝这个信徒 你一天的时间 都要小心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心意 你的view 你的意念 有没有定静在耶稣的身上 看到他与你同在 而且更住在你的里面 我们来读这个英文 Apply my mind carefully the rest of the day and even in the midst of my business to the presence of God whom I consider always ask with me and often ask in me 常常心思意念定静在 神的同在 他就在你旁边 而且在你里面 然后在这个 第二封信里面 提到第二个重点 我们一同来读 不靠 也不用任何别的灵修方法 与祷告 所以对祷告文 或者别的聚会的形式 会有一点点的帮助 但是其实它说最重要的 是你个人在灵里面 注视耶稣 爱慕耶稣 灵里面你自己与神教谈 喜乐无比 这个可以说 打破了当时天主教的这种 教会的观念 或者说 这个 clergy就是这个 prist 哎呀 这个改不成中文 这个神父 他们 好像垄断了 赎兵的事情 好像要通过教会的神父 才能够 得到告诫 才能够得到赦罪 不是通过教会 懂吗 你个人 就跟神 可以 有这样一个认罪 跟亲密的灵教 所以其实他这些讲论 都是针对天主教的错误 你看到吗 但是 还有意思 他的这个书后来被天主教认可 因为他影响力太大了 好 我们看他这个英文的原来怎么写 哇 他里面 真的是狂喜 Rapture 因着他定睛 注视耶稣 爱慕耶稣 他里面有一种 非常 像Rapture 这种 狂热的这种喜乐 在他里面 这种喜乐跟满足 如同阴海赤奶的母亲的怀中般的满足 这种经历 他也叫做在主怀中的经历 The bosom of God 他好像得到这个门徒约翰的这种恩高 就是靠着耶稣的那个怀中 那么的满足 亲近主 叫主怀中的经历 现在有些人叫这种叫门徒约翰的恩高 No.3 好 一同来看这个中文 祷告中如雕像 处立在神的面前 求主雕塑 在我灵里 生命里 行造神 完美的形状 使我完全像他 哇 神经看到他等候神 他仰望神 其实有一个的目的的 当他完全安静在神的面前 他的仰望神在他里面 做生命的雕塑 把神的形象印在他的生命里面 所以他英文说 Sometimes I consider myself there as a stone before a cover cover就是那雕刻的人 Where of he is to make a statue 要雕刻一个人像 其实就是神的形象 Presenting myself thus before God I desire him to form his perfect image in my soul and make me entirely like himself 所以他亲近神 等候神 安静在神的面前 被神来光照 被神来雕塑 是有目的的 他要什么 like God himself 效法基督 想基督 不是为了只是单单 享受神的同在 其实今天很多密奇派的一个危险 我只是在那边等候神 享受神而已 但是他为了要 越来越想基督 那这个的经历 其实就是保罗 在过人多后书第三章 我们做最后的一个结论 就是他这个经历 就是保罗在零后第三章 所经历的 十八节 我们一同来读 我们众人既然藏着脸 可以看见主的荣光 看到吗 找到吗 大声一同来读 很重要这个经文 我们众人既然藏着脸 可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价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所以解释保罗的密切经历 他在灵里面 真的看到主的荣光 他亲近神 仰望神 然后在这个荣光 耶稣基督的荣光 当中的彰显当中 会带一下一个结果是什么 变成主的形状 被神来雕塑 这就是 Brother Lawrence 在灵里面 最终 经历到神荣耀的彰显 跟同在的时候 他真的经历到神在他里面 雕塑 真的是变成主的形状 仿佛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他真的能够佩戴基督 活着基督 entirely like himself 所以记住 静观的追求 等候神的追求 累资生活的追求 不是单单只是为了 个人去经历神 来是 为了 真的是变成主的形状 在经历神当中 被神来雕塑 被神来改变 能够真的 活着基督 佩戴基督 所以也就是罗人士弟兄的一个平衡点 不是走到个人的自私的 个人的享受神 他要活出神 好 所以我们看完罗人士弟兄 他的经历跟追求 透过 这个四次的访谈的记录 还有他的一些书信内容 我们大概抓到一些的重点 但是你们还是要去找这本书 超年神的同宅 上旷野书库 在我的课本要求里面 有没有列这本书 好像漏了列 有没有列 有没有列这本书 没有的话你们到旷野书库里面去找 有了 老人士弟兄 对 practice the person 对 余生同在 所以上旷野书库 好像 Mary有把这个link link到旷野书库给你们的 旷野书库里面 你们都上过这个网站了 不知道这个网站了 很多熟灵的书 都在这个网站里面 旷野书库 就进去 download 没有被挡住 大陆去再也行 好 我们时间已经刚刚好 我们都一同起立 我们用几分钟 简短的向上来祷告 好 我们一同起立 Hallelujah Hallelujah